各位大家好 我在天堂吗 我们的历史教授是一位宝学之士 他是塞尔维亚人 在念博士学期间 他开始对当年奥图曼帝国入侵 巴尔干半岛有兴趣 也写了好几本有关这方面的书 南斯拉夫解体以后 我们的历史教授 不在那样写学术性浓厚的文章 而改写相当有煽动性的文章 内容都是谈当年土耳其回教徒 如何残害沙尔维亚人 因为他对这一段历史念得非常好 做的研究也非常彻底 因此他的书本立刻引起了很多的读者 塞尔维亚政府对他更是有兴趣 他们想鼓励波西尼亚境内的塞尔维亚人 和回教徒作战 历史教授的著作可以作为他们政策的理论基础 所以他们顺理成章着做了塞尔维亚的文化部长 虽然号称文化部长 其实根本就是文宣部长 他到处发表演讲 表面上讲的是塞尔维亚文化有多伟大 可是他总忘不了攻击回教文化 我们的历史教授从他的内心深处痛恨回教徒 他认为回教徒根本不应该到欧洲来 如果他有权利 他会将巴尔干半岛的回教徒赶回到土耳其去 波西尼亚境内的塞尔维亚人领袖 对我们的历史教授佩服之志 他们之所以能够造成波西尼亚境内 长达数年之久的战乱 完全是由于他文宣的影响 他散播仇恨的方法如此有效 联合国终于宣布他为战犯塞尔维亚政府 给他两位保镖 其中一位担任他的司机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 他在波西尼亚旅行时 坐车居然误触地雷 这个地雷是自己人放的 放的太多了 炸死了美国派来的特使 第二天就炸死了我们的历史教授 在历史教授的车翻覆了以后 有一个非常短的瞬间 历史教授还活着 他生前最后的一个问题是 万一有地狱怎么办 历史教授发现他到了一个世界 除了他以外还有很多人 大家都在向一位女士报道 轮到历史教授以后 他报出了他的名字 这位女士对电脑的荧幕看了一下 叹了一口气说 教授 你是个战犯呢 然后他挥了一下手 招来了一位恐无有力的男士 将一些从电脑里面打出来的资料 交给了这位男士 告诉历史教授应该跟着他走 历史教授是个聪明的人 他知道他是不可能反抗的 这位男士虽然是位壮汉 可是却也彬彬有礼 他看了一下资料 就带他走到一扇门去 在门口 男士做了一个请进的姿态 可是他加了一句话 教授 进去以前 请将希望放下来 教授知道这是 但丁神曲里的一句话 意思说地狱里是没有希望的 显然的 他是要下地狱了 历史教授在推门进入以前 忍不住问待他的男士 里面是不是很恐怖 这位男士没有直接回答 他只说 你进去就知道 不过你可以进去以后 会想找我 现在我给你一张我的名片 你如有疑问 可以打电话我找我 历史教授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之下 推门进去了 令他大吃一惊的是 门内一片欢乐的景象 对历史教授 他简直就是回了家 这里的风景和南斯拉夫的完全一样 他听到很多人说萨尔维亚话 感到非常舒服 可是他慢慢的发现有些不对劲了 因为他发现了很多回教徒 看到回教徒不该大惊小怪 问题是回教徒显然和萨尔维亚人相处得非常好 比方说 他们在一家露天咖啡馆喝的有土耳其风味的咖啡 喝的人两种人都有 大家聊得乐不可及 历史教授对于这种情形非常看不惯 可是也束手无策 他曾经和一些人聊天 发现他们并不是不懂历史 可是却并未受到历史的影响 举例来说 他曾碰到一位萨尔维亚的年轻人 他已经死了几百年了 当时他在和一位回教徒聊天 这位萨尔维亚年轻人告诉他 几百年前 奥图曼帝国入侵巴尔干半岛 他被招去当兵 二十岁就被土耳其人杀死了 而那位回教徒也是死于那一场战争 他们两个人聊得很快乐 史历史教授倍感困惑 他一再地问他们 怎么彼此没有任何仇恨 这位萨尔维亚人一开始根本就不想理他 后来被他问及了 索性告诉他 他们本来就不认识 何来仇恨 一般人民之间是没有仇恨的 仇恨只存在于领袖之中 是这些领袖散播了仇恨 也是这些领袖们发动了战争 一般老百姓只是被散动了 才去打仗的 历史教授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 而后来他偶然碰到了一些认识他的人 其中很多人都是回教徒 而且都是最近才始于他所创导的种族进化政策 历史教授非常紧张 怕他们会对他不利 可是他很快地发现这些回教徒 不分男女老幼 一概都对他很好 历史教授实在忍不住了 他抓了一个年轻人问他 你明明知道是因为我 才使你年纪轻轻就死掉了 而且是以前还受了不少的苦 为什么你对我一点仇恨也没有 年轻人对他看了一眼 回答说 先生 你有没有搞错 我如果有仇恨 怎么会现在活在天堂里 这一下历史教授真的迷糊了 他明明是要下地狱的 现在好像又在天堂里 他想起了他可以打电话去问问题 电话接通了 他说 先生 我刚才和人聊天 他说他在天堂里 这是怎么一回事 他当然在天堂里 那我呢 我究竟在哪里 你在地狱里 要知道天堂和地狱 存乎于心眼 心中有爱 就是在天堂 心中有恨 就是在地狱 你老是一直心中有恨 活的时候 你就在地狱里 这次被下放到地狱 怪不得任何人 我们只是完成你的志愿而已 难道我要永远地看这些人互相相爱 而自己气得半死 对了 你将永永远远地生活在痛苦之中 因为你看不惯别人相爱 你只希望别人互相有恨 可是你是没有希望了 他们不可能被你煽动的 我劝你看开点 还有比你更糟的例子呢 希特勒 现在就住在犹太人中间 他们当年全都死于他所建造的集中营 现在却都原谅了他 可是他每次看到他们活得快快乐乐的 就气得半死 血压也会升高 而去看他病得又是犹太人医生 他到处宣传反犹太人的理论 没人理他 大家把他当糊涂老头子看 他才可怜呢 比起来 你的情况好得多了 对不对 历史教授挂上了电话 他敲打着桌子 放声大哭起来 他拼命地叫 让我到真正的地狱去 我受不了这里 周围的人看着他 摇摇头都走了 有一位孩子在吃冰激凌 他看着这位在大笑大叫的历史教授 大惑不解 问他的妈妈 他为什么这样难过 他妈妈告诉他 这位先生当年什么都有了 就是缺少一样东西 那就是爱 所以才会如此痛苦 好可怜 以上文章的标题 我在天堂吗 我是郑造星 感谢您的收看 收听 后面 在这一段时间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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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感谢观看